然後可是我覺得 雖然我是一個高二的學生 然後外表看起來還不太像 但是我從來就把自己當成一個高中生 那我覺得我是因為一次的機會 改變了我自己的一生 那回到國小的時候 國小的時候我只會做 國小國中的時候我只會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 RUN 第二件事就是 退 我從來不是出生在一個 我只是出生在一個很普通的家庭 那 爸爸高中畢業 甚至沒有高中畢業 媽媽也只有國小 那他們給我的就是愛而已 那剩的就是我自己去打照 那從小我就是 如照片上所示的 我就是田徑隊的 從小學二年級開始我就是田徑隊的 那我從小就很上場的運動就是跑步 那跑跑跑我從小學二年級 一直跑到小學二年級 那中間就是 很想要放棄過 但是卻覺得這件事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雖然他是透過一個很嚴密的訓練 但是我一直很樂在其中 那國小到國中的時候呢 我曾經跟我們家發生的第一場 家庭革命 就是我想要去考 全台北市最強的田徑隊的體育班 但是我爸媽都認為說 就是一個刻板的印象就是說 這個毫不這件事呢 不能當飯吃 就是台灣體育環境那麼差 那你以後萬一受傷了 那你要做什麼 那那一陣子我們冷戰很久 最後呢第一次革命我就輸了 那輸了之後呢 我就只好乖乖的就用 就是學區的國中 那國中三年也沒有 也是play而已 沒有 run就是放學後自己run 那我就在國二的時候 我就有一陣子我就偷偷的 跑回去田徑隊 就是偷偷練習 那那次練習就是 我也自己偷偷抱了 就是台北市的比賽 然後不小心就中 就上了 就是得了名次 然後可以代表台北市出去比賽 可是我爸媽又是 就把 就是因為要代表台北市出去比賽 所以又被發現 那最後又沒有了 就是我沒有 我沒有勾結 他們就是很生氣 那在國三的時候呢 那時候有一個機會 就是因為我持續在跑步 就是雖然沒有接受訓練 就是自己在外面跑 那剛好有一個 日本很有名的 長跑訓練的教練 他就是 帶出了兩屆 就是 日本 女長跑 女生長跑的 奧運選手 那 那時候他就來台灣 就開一個講座 然後我就過去聽 那那天剛好就是 他就是 那個講座很特別就是 他不是像我們這樣 就是大家做的 他是就是 教你實際操作 他教你怎麼跑步這樣 然後他就看著我的動作 我就跑 我就用普通的姿勢這樣跑 他發現我的跑步姿勢很特別 就是很像南非 南非的就是選手的跑步姿勢 那 那時候他就發現 其實我的 我的一些特質 其實就是跑步特質其實還不錯 那 他就問我說 他說 他很認真問我說 你要不要來日本接受訓練 那 我那時候 就是聽到 就是 送到的行來 然後 不能表達 太那個 沒有啊 就是還是要謙虛一點 對 那我就 那時候其實我也很猶豫 因為 畢竟一段時間 沒有接受 正規訓練 我不知道回去 就是受不受得了 但是我還是很 欸 既然這個機會都來 他還說 那我就幫你找 我就幫你找戰術 我幫你找學校 那 所有學費都free 他都 全部都幫我找 那 回家後呢 我就跟我爸媽提了 雖然就是 就只是聽這兩個演講 就是意外得到這個機會 那 結果我爸媽呢 噼哩啪啪大罵一頓 就是 就是 未來 又在講未來的事 那 這次第二次革命呢 我又輸了 輸了之後呢 啊 對不起 輸了之後呢 我就很沮喪 很沮喪 那 後來就 國三又要基策 然後高中 那 我一直也不是 就是很會讀書的人 就是 就 我覺得不太會讀書 那 就是 因為我平常就只是跑步 然後回家就 可能看個電視就睡覺之類的 那 可是 國三第一年的寒假 就是雖然大家都 很努力很努力在拚學測 那 有一天我就打我的成品 就裝一下文青 然後呢 發現了 呃 欸 欸 欸 啊 可以幫我下燕嗎 謝謝 有有有 謝謝 然後我就發現了這本書 這本書 大家有人看過這本書嗎 大家知道他是誰嗎 他是最近 很有名的一個 極限馬 極限運動家 叫做陳彥博 他最近出了第二本書 那大家可以去 呃 網路上搜尋一下 那我就看到這本書 封面 封面我覺得很 很引人注目 他拿著 台灣的國旗 然後 在 雪地中 就是跑步 那我就翻了 翻了一下 因為我對跑步的書其實也蠻有研究的 那我就翻了一下 然後發現說 欸 原來 原來你沒有出現我以前教練而已 我就 立馬買回家 我從小到大 沒有讀過 就沒有讀過什麼課外書 沒想到第一次就是 再成品 立刻買下什麼 然後再花兩天的時間 就看完一遍 之後我就一直看 一直看 我就 內心 出現了兩個想法 第一個是 我好想要趕快聯絡到他 因為好想趕快跟他講說 我讀完這本書就是 內心很感動 那這本書 到底內心有多感動 就是 我相信大家 如果有機會 能夠去看一次的話 會有一種熱血沸騰的感覺 那第二個想法就是 好想要再回去跑步喔 但是 我已經三年沒有 就是做正規訓練了 那 雖然就是內心還是有點遺憾 那後來呢 我就回家 就Google Google他的名字 陳彥博三個字 然後呢 發現了一個 一個網站 我覺得它很奇特 它是一個 它上面是一個 它的演講影片 大概有18分鐘左右 那我就想說 哎呀 這網站好特別喔 18分鐘 竟然能夠吸引我 然後看了好幾遍 那我就繼續研究這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呢 叫做 TEDX台北 200 2009年呢 陳彥博在 TEDX 2010 在TEDX台北上面 就是發表了他 剛從北極回來的 北極馬拉松回來的一些 最新的 那我就看 那我就發現 哦 TEDX台北這個網站 上面有好多好多好多故事 我說 哇 這實在太特別了吧 這種故事竟然能夠吸引個 不讀書的小孩 那我就一直看一直看 每天每天都看一部 每天都看一部 後來我有個想法 如果 有一天 我能把TEDX這個東西 帶到我自己的學校 改變了學習方式 那 這個環境到底會變成什麼樣呢 所以那時候呢 我就做了一件事 就是 我把 哎呀 時間過很快 就是我 我就寫了一封信給 TEDX台北的 創辦人Jason 那Jason就 Jason就 找我去他們辦公室 然後就 請我分享了我自己的故事 那 我就過去分享 那 也大概聊一下 就是我未來想要 就是怎麼把TEDX 帶到學校去 帶到高中生活去 就是高中生活去 那 我也花了一個暑假的時間策展 然後自己 自己辦自己的 防音會 然後介紹給朋友知道 那 後來呢 呃 甚至我想要先 嘗試小的 學生沙龍 讓大家 開始關注社會議題 呃 或是 對 就是小活動 帶大家做DFC的挑戰 那 後來呢 我 因為到高二呢 呃 高一到高二呢 是創社團唯一的機會 可是呢 我失敗了 因為在這個校園當中呢 呃 TEDX的影響力呢 可能沒有那麼大 那也沒有人會很想關注他 所以呢 那陣子我很沮喪 就是到快要到高二的時候 我很沮喪 後來 呃 那陣子我很無力 我也沒去焦點了 我也沒去TEDX了 那陣子我就 真的很沮喪 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後來呢 呃 我出國 我就 那個暑假我就出國到 呃 美國然後跟溫哥華 然後 去找到我的小學同學 然後 順便 順便就是 對 順便就是 體驗一下不同的環境 後來 我在美國的時候 住在的是 我 我一個朋友 在DFC認識的朋友家 那他是一個鼓手 他在那邊讀的 叫做 Musician Institute 是一個好萊塢最有名的音樂學院 那 在跟著就是一個音樂 讀音樂學院的人生活 你會發現 原來國外的音樂環境 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他們都支持正版 為什麼他們都不支持 為什麼他們都不去download就好了 那 為什麼 呃 為什麼 他們 OK OK 我盡快 那 為什麼 你就會發現說 那他們怎麼如何成為一個樂手 他們背後是需要多少多少努力的 才能成為一個這麼職業的樂手 那我就想說 那 有一天我在吃飯 跟他吃飯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他就知道 我真的很沮喪 就是 我沒有辦成功TEDEX這件事 那他就問我說 那 你可以其實可以辦小的開始 小的活動開始 那 從 學生有興趣的主題 然後 一路下去 後來呢 那 我在今年四月的時候 就辦了 就 我就給自己一個機會 就是 然後 再次說服了同學 然後 辦了我第一場 有關音樂的演講活動 叫做The Road to Music 那 這樣的活動就是已經結束了 那 這種活動呢 我可以跟大家 就是給我一點時間 然後 我想跟大家介紹這個活動 就是 我想要讓 我的 我的同學 不管是 或是大人也好 或是 你來參加的 這場觀眾 那 我想要讓你知道 一個樂手 他背後花了多少努力 那 你們呢 就是觀眾 該如何 就是 學習他們 或是 該如何支持他們 甚至你現在是 學校社團的同學 你 以後 會面臨到 什麼樣的狀況 我想要讓他們知道 讓他們對未來有心理準備 甚至你可以去問 講者一些問題 你想 你現在 心中的疑問 我相信他們 他們呢 最後都有得到 非常 我覺得很好的解答 那 這次活動我覺得 我覺得也滿成功的 所以 雖然這是我第一次的活動 我覺得未來 未來我還會 繼續搬下去 因為我覺得 像焦點啊 不管是焦點也好 Tatex也好 我覺得 對台灣的青年都是 非常有影響力的 那 第二個就是 我覺得 我們的眼界要打開 就是 其實 以前 可能我看事情 就只是眼前這件事情 可是自從你 接觸的越多 你就看到的越多 你從不同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那 他會給你的不同的想法 對 那我覺得就是 就是 我辦這些活動 最主要目的就是 除了讓我自己學習外 那我也要讓我身邊的朋友 或是 不認識我 看到這個影片後 他都 他都能接受到一種正面力量 一種感染力 最後就是 這種 這個其實可以以後 就 這我自己未來的一些想法 那就是 有礙於時間的問題 那 就是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你 有 有 月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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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